战友们好,大家久等了 今天是6月14号 然后欢迎大家又来收看 一周一期的长岛看七哥 现在是庭审特辑 然后今天我们本来应该要早半个小时播的 但是长岛哥被很多女战友花团紧簇 围追堵截 所以我们稍微晚了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然后今天的长岛看七哥的节目 今天会比较法律的方向 来作为主要的重心 所以今天不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上面的 这一周的动态 那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 郭先生行事庭文件当中的一些更新 不是特别多 尤其是特别有关于 大家今天知道的 有一个有关于Bitgo的证人 他出庭了 在过去的一周 是有一些有关于这个证人的这个文件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那374号的这个文件是政府提出的 关于这一个Bitgo的金融情报主管 他的英文名叫Sam Roberts 政府提出希望让他出庭作证 那么给到的背景信息 就是说Bitgo这一家公司在2021年到2023年的期间 为洗交所提供业务的服务 而Sam Roberts他作为Bitgo这一家公司的雇员 会就他和洗交所之间的业务关系的审查来进行作证 那政府提出以下的一些信息 他说首先Bitgo在2021年的时候 对洗交所的审查结果是满意的 但是在收到了这个有关洗交所洗币的这个传票之后 这一家公司对洗交所进行了二次的第二次的这个审查 而且呢政府这个称说这一位证人呢 他是亲自进行了这个审查 最终呢这一家公司选择停止和洗交所继续进行业务上的这个合作 那政府写道说这个Sam Roberts他是一个非专家证人 那么政府希望他这个这一位证人呢 对洗币洗美元洗交所性质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看法 来进行这个证词的这个提供 那么特别提到说这个尤其是洗交所 洗币的设计和这个功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同一天6月12号 郭先生的律师团是怎么样回复政府的这个信件的 下一页倒不过 这个郭先生的律师呢是这么写的 首先呢这个郭先生的律师认为政府呢希望通过这个证人呢 偷偷的引入这个专家的这个证词 那么郭先生律师补充到说这个BigGo呢 是为洗交所提供这个数字资产钱包服务 那么这个证人他在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 也就是英文说Grand Jury Subpoena 之后呢参与了内部调查 评估了洗交所和公共来源的一些信息 那这个今天我们从参加庭审的这个占有传回来的信息呢 我们知道说它是为洗交所提供这个热钱包的这个服务 那这个我们俩的研究 我们俩有了 我们俩的研究 先帮我们俩有了 那么一个数字 就知道第三个门 这百分钟 就是这一百分钟 我自己也不んで 请帮助 一百分钟 两百分钟 那一百分钟 两百分钟 然后